前文再續的書頁上一回 話說霍青銅打了一場大勝章 將一萬多名正南旗鐵甲軍趕到大泥湖 香香公主見數不清這麼多兵士馬匹 在大泥湖裡掙扎淨死 哎呀,很不忍心 令他臉不敢看 穆卓倫高興到他大笑大叫 忽然間 停一口不叫了 他們霍青銅說 請 我剛才說錯話 你不要怪 實在是爹我脾氣不好太急了 爹錯了 霍青銅咬著嘴唇不出聲 森銅走過來跪在地上 對著他扣了兩個頭 他說 小人真是該死 不知道姑娘另有神機妙算 衝撞了姑娘 姑娘你大人不記小人過 說話都未講完 霍青銅一提僵繩 跑馬落了沙丘 就留回心眼跪在地上 傻了 張俊笑了 哈哈哈哈 算了算了 等著請總陀主跟你講情吧 他手沒有抓到 哈哈大笑 笑笑下他就說 哈哈 我就是不明白 為什麼他不把全部清兵都引去大泥湖呢 徐天宏說 目前匯兵多過清兵 這樣才能夠把他們趕到大泥湖 如果清兵全軍都到了 一起向外面衝 那怎麼難得他住 啊 啊 這樣說就是 千萬大家都錯怪了他 這一陣子 大部分清軍已經沉到爛泥裡 無影無蹤 剩下的小部分人馬 也沉了半缺身 不能動的 唯有慘叫 又過了一陣子 那些叫聲也逐漸沉寂 大泥湖將萬幾鐵甲軍吞得乾乾淨淨 人馬刀槍鐵甲 真是半點痕跡都不見 只有幾百面其次浮在泥湖之上 霍青和高聲傳令 大隊向西到黑水河南岸聚集 回兵國隊奉了命令 向西非辭而去 一路上 陳家樂和穆卓倫 互相談談分別之後的情況 穆卓倫的心很不安 因為兩個女兒都是自己自寶貝自痛愛的 唉 偏偏兩個都愛上了這個漢人 依照回教規矩 男人可以娶四個妻子 但是陳家樂就不是清真教徒 聽說漢人只娶一個妻子 第二個女人就不算是正式妻子 這件事也不知如何了結 她心想 將清兵殺敗再說 阿清是聰明伶俐 客師麗心底純良 她兩姐妹感情也好 總有法子 總有法子 到了旁晚 大隊來到黑水河南岸 只見有名騎兵氣急敗壞地趕到來報告 清兵向我滾猛撲 青旗義隊隊長陣亡 黑旗義隊隊長重傷 兩隊的弟兄傷亡很重 霍青銅說 叫青旗義隊副隊長督戰 不准退卻一步 那個騎兵就上去傳令了 穆卓倫說 我們上去增援了 霍青銅說不要 他轉頭對親兵說 全軍就地休息 不准舉火 不准出聲 大家吃乾糧 命令傳下去 一萬多人在黑暗之中休息 默默無聲 遠遠傳來黑水河的水星散散 清兵和回兵殺星震天 這個時候 有名騎兵急速跑過來報告說 青旗義隊副隊長又陣亡 但兄們抵擋不住了 霍青銅說 青旗三隊隊長 你這一隊上去增援 那邊隊伍歸你指揮 那個隊長長刀一舉 大聲應了就帶隊去 張俊說 霍青銅姑娘 我都去施殺了 好不好 霍青銅說 各位先頭辛苦了 再休息一陣 張俊見她指揮大軍威風嵐嵐 就不敢再說 青旗三隊上去沒多久 那些哭聲震天動地 雙方戰鬥得非常慘烈 又過了很久,霍青和見到戰士的精力已經恢復了 他下命令說,青旗國隊在東邊沙丘後面埋伏 白旗隊哈薩克蒙古國隊在西邊埋伏 然後長劫一揮,他說,大家一起上 眾人在親兵擁護之下,就向前跑過去 越向前跑,聽見殺聲的越響亮,跑到近了 只見回人戰士奮力守著黑水河支流上面幾座木橋 雙王旗清兵的前赴後繼,拼命衝上去奪橋 霍青和夏令退後,守橋的戰士向兩面一撤,幾千名鐵甲軍就蜂擁過橋了 霍青和見到清兵過了一半,又下令拉去木橋 原來幾百名回人,早就牽著馬匹,躲在河岸之下 橋上的木樑,事前都已經拆鬆了,用粗繩綁在馬上 井共造射馬匹,白天港的所以人不參與任何帶來的 首先,河岸子那述臂rist nadirいます 今次一聲令下,宋疆邊馬,百幾匹馬出來 걸ур 即聽見嘹嘹嘹嘹嘹,幾大聲 木樑拉去,木橋農時要換掉 橋上幾百名鐵甲軍,翻嘹嘟吃山河水, greater河水千yed 靈旗一揮,埋伏著隊伍就掩殺上來了 清兵到底訓練有數,雖然在混亂 仍然聽參領,助領的指揮集合在一起,排城鎮西 胡人衝到清兵鎮前幾百步遠,突然停步 霍青和柚市中靈旗一揮 只聽見咚咚咚咚,響起連珠炮,震到異都龍,黑煙尼曼 清兵腳下到處都炸藥爆發,真是炸到血肉橫飛 清兵的隊伍當堂大亂,對面亂戰射過來就沒有地方可以逃跑 紛紛跌落河,清兵身上穿的鐵甲又厚又重 一跌落河,當堂清妥地沉底,剩下下來就潰不成軍 好快脫,全部被胡人大軍殲滅 對岸的清兵見到嚇到心膽驅裂,倒捨羅蟹地向葉以疆城撤退 霍青同說,到河追擊,戰士馬上踏起木橋,大軍向葉以疆城衝過去 葉以疆城內的居民早就已經撤退了 霍阿依見到正白,其清兵攻到來,依照妹妹事前的命令,稍微抵抗一下就率領退出去 沒多久,霍王旗清兵從黑水和會退來到 和城內的大軍會合 剛剛吐了一口氣,主帥邵衛也率領百多名殘兵趕到來 邵衛見到霍王旗清兵又打了一場大敗仗,又害怕又生氣 忽然間有個部下來到稟布,幾百名官兵喝了水井的水中毒而死 邵衛派了一隊兵去城外拿水,剛剛上休息 只見滿天通紅,城內到處火光衝天 那些親兵連珠來告急,說四城起火 原來胡如疆成產石油 很多地方一掘地就見油了 霍青和早就下令各處的民房裡面儲藏石油 在城內留下少數復兵 現在一點著石油,當堂將全城燒成一個大火爐 邵衛在親兵的蓄勇保衛之下,無煙突火奪路逃命 城內的清兵自相踐踏 親兵在兵出叢中,揮刀亂斬殺開血路 誰知對面帶著鐵甲兵湧過來 報告說城門被胡人塞住衝不出去 邵衛屈回向東 這個時候,火勢更加猛烈 鐵甲被火一燒熱到頂不住 那些清兵就紛紛脫了鐵甲,亂地走 葉以疆城內人馬集搭,喊聲震天 在混亂之中,有一些小隊人馬走到來大聲叫 大將軍在哪兒啊? 邵衛的親兵就叫,在這裡 自然當先一個人好像一陣風一樣趕到來 這個乃是和以大 他對邵衛說 東門的敵兵少啊,我們向東邊衝吧 邵衛雖然在危急之中,他仍然很鎮定 就率領將士向東門突圍 那些匯人萬箭射過來,清兵沒有鐵甲 哎呀,被他們射到死傷累累 幾次都衝不出去 城裡的火勢更猛更大了 那些清兵已經燒死了幾千名 哎呀,那種凍臭鎚啊 聞到真是想吐,通常都是哭哭的聲音 正常危急的時候 張趙仲守執長劍,率領一對清兵跑到來 內外夾擊了將士衛救了出去 霍青和他們在高頂望見 木卓倫一,你說哎呀,可惜呀,可惜呀 霍青同說 青旗四隊隊長,率領本隊去增援,塞死東門 那隊長率領隊去了 邵衛已經走了 城裡的清兵群龍無首 四道城門都被胡人重兵塞住 東途西喘 最後,全部燒死在這座大熔爐裏面 接著,霍青同就下令燒狼煙 趁兵馬上點著,早就準備好的大堆狼糞 那些黑煙好像一條大柱一樣,衝天而起 原來狼糞的煙是最濃的 在大沙漠幾十里之外都可以看得見 周二問徐天宏說 燒這些東西做什麼呢? 徐天宏解釋他聽 跟遠方的人通消息 果然過了沒多久 在西邊二十多里之外,也是一道黑煙升起 徐天宏說 在那邊更西邊的人看到這道煙 也會點著一些狼糞 這樣一個地方傳一個地方 很快就可以把訊號傳到幾百里之外 周二說 這個法子真是好啊 話說回人連戲打了三個大勝仗 殲滅清兵精兵三萬多人 成千、成萬的回人戰士互相擁抱 在葉熱江城外高歌舞蹈 都不知道多高興啊 霍清和召集各隊隊長說 各隊人馬去預定地點住宅 晚上每個人要燒十堆火 每堆火頭距離越遠就越好 話分兩頭 當日清兵正紅旗人萬幾精兵 在刀統德惡率領之下 向西猛追胡人黑旗第三隊 黑旗隊坐的都是特選的進馬 一直跑入大沙漠之中 德惡奉了邵衛之命 無必追到回兵 一股殲滅 所以跟著尾就猛地追過去 兩軍人馬煙塵滾滾提升如雷 一直跑幾十里路 忽然之間 在旁邊衝出幾千頭牛羊泥 清兵高興了 紛紛捉住來殺 爆炸一頓之後 追得稍為慢了 黑旗三隊沒有多久 跟白旗一隊會合 繼續逃跑 始終都不跟清兵打 到了埃曼 遠遠遠見到東邊狼煙升起了 白旗一隊隊長就說 隨雨黃三已經打了勝仗 我們轉向東方 啊 那些戰士精神振奮 勒江回馬 清兵看到回人忽然回頭 很奇怪 上前衝殺 誰知道回人遠遠兜過去 德惡就說 你們走到天腳底 我們都追到你 那兩隊回兵就漏夜逃跑 清兵正紅旗鐵甲軍窮追不捨 刀統德惡一心想立大功 一路上馬匹不斷死他 他不理 他下令死了馬 沒得騎的軍事 就暴行 跟著後面來 其餘騎兵繼續急追 跑到半夜 有幾幾軍事就跑過來報告 說大將軍在右前方啊 德惡就連忙向右面迎上去 見到邵衛率領著三千多名殘兵敗出 狼狽不堪啊 邵衛見到正紅旗正兵開到來 精神一震 他心想 敵兵大勝之後 今晚必定沒有防備啊 我軍出其不意地進攻 一定可以轉敗為勝啊 於是就下令向黑水河邊挺進 走了二三十里 前哨報告說回仁大軍在前面扎刑 邵衛和德惡 張趙總和和爾大他們登高一望 哎呀 不由得一陣冷氣 在美龍骨一直衝到上頭殼頂 什麼事呢 只見萬山遍野佈滿了火堆 放眼望外無窮無盡 還隱隱約約聽見人下馬西 都不知有幾多匯兵啊 邵衛不出聲 和爾大說 原來匯人有十幾萬兵隱藏在這處 我們以寡敵眾 難怪受了一些小小挫折 他們怎麼知道這些是霍青和去張聲勢啊 因為他命令每名回兵燒十堆火 遠遠望過來當然是聲勢驚人了 邵衛下命令 各隊迅速上馬 向南撤退 一些聲勢都不准發出 命令一傳下去 全軍飯都不吃 即刻上馬 和爾大說 根據響道說 這裡向南要經過英旗盆山腳下 大雪之後的山路很難走的 邵衛說 敵兵聲勢這麼豪大 你看 到處都是他們的隊伍 傅德將軍有一支兵越過郭壁來緊 我們唯有向東南和他匯師 和爾大說 大將軍用兵確是神妙啊 少爺哼了聲 大敗之後再聽這些托大腳的說話 臉皮再厚都不容易接受的 大軍向南走 條路越來越險 左邊是黑水河 右邊是英旗盆山 晚上 聲月無光 只是山上的白雪 拍出一些淡淡的光芒 誰發出一些聲音 馬上殺頭 清兵大部分都是來自遼東 知道山上積雪這麼厚 跌到聲音 一震動積雪就會讓成雪崩 所以大家都小心翼翼 落了馬 輕輕腳走 走了十幾里 路越走越陡了 幸好天色漸漸光 清兵一夜戰鬥奔馳 個個搞到面無人色 忽然間前面吵起上來 報告說有胡人來進攻 德國親自率領精兵上前應敵 戰幾百名匯人在山坡上衝下來 上下道 突然下馬 沒有人拔出一把匕首 插入馬屁有樹 馬痛 向清兵陣內狂衝過來 路本來就窄了 當堂逼在舊樓 人馬紛紛跌落河 匯人由捷徑爬上山 將無數巨石滾下來 當堂把路封住 德國急急命令大軍向後退 誰知聽見後隊 嘩這樣吵起來 死了 原來後路亦被胡人截斷了 德國親自帶頭向前猛衝 只見英旗盤山頂上 新月大旗迎風飄揚 在大旗之下 有十幾個人站著指揮督戰 少衛下命令 向前猛衝不顧死傷 一隊鐵甲軍開上去 一半人拿著盾牌擋箭 一半人抬起路上的大石 馬匹 屍首 雙兵 全部丟進河 清除了道路 一鼓作氣 一鼓作氣猛衝過去 前面有幾十名胡人擋住 道路很窄 清兵雖然多 但難以一湧而上 後面的部隊繼續推上來 一時之間 路口擠滿了人馬 在這個時候 黨路的胡人突然散開 在他們後面露出幾十名土炮 哇 清兵嚇到雲飛天外 轉身就走 轟轟轟轟轟 土炮一放 鐵甲鐵甲 猛地轟過來 總算那些土炮只能放一次 再放 又要填塞炸肉鐵片 搞了半天 清兵已經退開了 這幾十炮 轟死了二百多名清兵 又將他們去路截斷 邵衛真是又急又怕又生氣 忽然間 聽到聲聲 橋頸一亮 原來有一塊雪跌落三嶺 擔頭看著 只見山峰上面的雪慢慢滾下來 和爾大說 大將軍快點快點向後退 少衛調轉碼頭向後猛跑 那些親兵亂斬亂打 將兵軍推殺到河 搶奪道路 只聽到雪崩聲越來越響 那些積雪甲帶著沙石從天而降 直前好像天崩地裂一樣 咚咚聲 震到異異都濃 和爾大將召眾一左一右 保護著少衛 夾過三里多遠 來一轉頭看著 只見路上積雪成十幾丈 幾千名精兵陷冷埋在雪下 連刀、統、燈都逃不掉 向前望下 只見積雪滿路不能走 少衛身處絕境 四萬多名精兵在一天兩夜之間全軍覆沒 一撫起上來 放聲大哭 張趙仲說 大將軍 我們從山上走 他左手拉著少衛跑上山 和爾大施展輕功 授執單刀在後面保護 霍青同在遠遠的山頭望見了 他說 有人要逃跑快要攔截 幾十名蒙古兵在小隊長率領之下 飛奔而去 跑到近了 只見爬上來的三個人 都穿著大官衣服 好高興 個個都磨拳擦掌 等著生禽活足他們 少衛的心暗暗叫苦 他想 今天兵敗之後 還不免被禽獸獄 衰了 死了 張趙仲一言不發 提經飛跑而上 他一手挽著少衛 在這個冰雪凍到滑漏非常山上 仍然快步如飛 和爾大雖然是兇手 拼命還追不上 張趙仲爬到山頂 出來的抽 然後就把少衛拋起 這個時候幾十名蒙古兵同時撲到來了 張趙仲將少衛夾到屁股底 一學衝天 在人圈之中跳出去 蒙古兵撲到胸 互相撞到頭崩壓裂 即刻轉向頭來追 但是他們兩個已經衝了下山了 和爾大雖然被一名蒙古兵握緊 兩個人撲在地上 其餘蒙古兵衝上來 將他橫拖碰 拉到霍青銅面前 這時候 各隊隊長紛紛上來報折 這一役 正紅旗清兵全軍覆沒 走掉的命 除了少衛和張趙仲之外 不過身手特別矯折 運氣也好幾十人而異 霍青和他們回到營章 回人戰士 將俘虜陸陸續續地戒來 這時候 回人已經攻破清兵大型了 啊! 糧草兵器 矯鑊無數啊!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請下回分解